風天天雨陸滑 切機車都放慢速度行駛 但下一秒意外發生 白色金屬物體從天而降 不偏不已砸中下方騎士 坐牽車頭 當場連人帶車重摔倒地 痛得在地上爬不起來 仔細一看商人的 居然是俗稱小耳朵的 衛星疊盤天線 後方駕駛與乘客見狀嚇得 驚呼連連隨後下車幫忙 而受傷的騎士 第一時間牽起車子 雖然嘴上說沒事 但這一砸胸口受了傷 正上方就突然飛了一個鐵板下來 然後就直接砸在那個機車騎士身上 確定他的情況 沒有什麼大礙的時候 我們才離開現場 事發在5號台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上 小雪颱風當天雙北沒停客 高興騎士去上班路上 竟遇上天獎狠獲 遭衛星碟盤砸中 造成他胸口撕裂傷 手腳多處 查錯傷 如果再晚個一兩秒的話 不然那東西就砸在我們身上 這也對我跟太太也造成一點點陰影 從未案發現場 一旁就是社區大樓 當天因為強風來襲 小耳朵竟然從C層樓掉下 雖然事發隔天社區就和騎士達成和解 但其實根據法規 附掛在建築外牆就要負起 保管責任 如果吹落導致他人受傷或是財務損壞 最高可開出30萬元的罰環 再看一次這驚悚畫面 幸好是大眾車聲 否則後果可不堪手相 記者葉偉林 杜宜萱 新北市報導